好,回到最尾那一節,我們這樣吹吹吹吹,船已經去了大西洋,回到回來 剛才阿榮說,足球的偶然性很多 拉牆來看,一對球真的經過了一個很漫長的聯賽國家,打世界盃 其實運的因素就會降低 即是說,如果你想刺激,就看一杯賽 選沙爾隊,就在打 一個杯賽就是你喜歡看刺激,一個就是真正的聯賽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這樣改革的,我認為 就是將運氣降低一點 現在好像巴西一樣,輸了沒有 就是這樣 當然,這個小組加淘汰賽制是行之有效的 我相信要改好 你剛才說過,現在歐洲有錢人要搞一個超級聯賽 你怎麼看呢? 我會覺得他們有一個想像就是當你最出名或最名牌的十幾支球隊 每個星期一起去打聯賽的時候 自然會吸引電視傳播權、廣告商那些贊助 但是作為了一球,其實如果今時今日那個歐洲冠軍聯賽 或者歐聯是有的魅力 就是說,因為你的強強相遇其實並不是經常有 譬如可能一年只有三幾場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 有時候我經常覺得足球有些宗教意味 就是你覺得有一個場面有一個場合 你是不能夠錯過 其實我覺得現在歐聯其實已經是沒有了以前歐洲盃那種魅力 因為譬如你以前得到歐洲盃的參賽資格 已經很難要贏到這個自己當地聯賽的冠軍才可以得到 即是如果用舊世利物浦已經是十幾二十年沒有打過歐洲盃 如果現在的話 但問題就是當時的論點就是這樣 那我是 我其實可能就是欠了一分 那我是某一個強角的runners up 那我可能是若國的冠軍 所以其實他當日改革的時候 就是想一下 那打第二個都給他打也好 就是這樣 當然後來的發展其實是生意 大家都知道 這個所謂公不公道就是 如果我是一個足球強角 可能我永遠都打不到歐洲冠軍盃 有沒有人說什麼 我明白 是嗎 譬如現在 Ix和菲燕樂再加上後來的那隊燕豪分 那如果他還在那裡 那他經常都被Ix拿到冠軍 那他真的不及得一隊盧心寶的冠軍 是的 即是好像這個 譬如現在澳洲離開了大洋洲之後 然後紐西蘭可以基本上涌斷了一些 細青細少的參賽權 那你想想一下 其他州份可能也有很多球隊覺得 咦 如果我有機會在 我的國家原來是在大洋洲的話 現在沒有好處 其實也是有這個因素在那裡 即是類似的邏輯可以應用在這方面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世界盃作為一個財制來說 其實是有反省的必要 因為他太像一個節日 而不是足球的項目 我最討厭的是 什麼奧林帕克開場式 閉幕式 世界盃開場式 閉幕式其實是不用這樣 如果他不是生意的話 我猜外號足球的人 其實對於開幕禮和閉幕禮 應該是極度沒有興趣的 明白 那你對於曼德拉出現有什麼 曼德拉出現當然是 以曼德拉一個人格這麼偉大的人 是越過了這些 即使你是很簡單而認識 你也會給他一個享受 你明白嗎 即是說你在南非舉行的時候 他自己有足球迷 他對南非人的貢獻 我相信大家現在都不會否認 他也會給他享受 即使是最簡單的意識 就這樣是 就像學人胎樓 踢一下 或者一分鐘說一下 他也會有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做了很多人為沒有必要的事情 是令到 其實in the end of the day 就是普通人 想購買的服務越來越貴 現在已經看到了 那個害處 即是Cable這樣壟斷了 即是凡日事物都不會單一這樣發展 他是在一個運動的過程 變正的發展 才慢慢 即是 根據那個互動 我們看到一個端藝 初頭當我們 好像和你這樣說 說看長波 要去戲院看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痛苦 因為電視發展 看到很棒 世界盃 有延播看 很棒 接著到了82年 咦 大部份都有了 到後來 每一場傳播 其實有個過程 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自己覺得 最重要就是 所有的進步 是應該肯定的 問題就是 不能夠讓它變成利潤化 即是以極大利潤化來做 其實 即是我們可以 在千里之外 看到長波 是不是壞事的 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 足球的沒落就是 這個FIFA 本身cooperate 那些 即是 和那些 有才有實的大財團去 合作 變成一個事業 或者一個銷售的 大生意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即不是 等於 踢球的那樣 對撿球比較好 我不反對 或是球比較好 初陷就是覺得那個球太重 射不到球 現在搞到每一屆 白麗特都要做個球出來 搞亂一個聯賽 搞亂一個世界 是麥極必反的一個表現 等於我們以前很多文化 很多的圖片都看不到 可以看到我覺得很珍貴 但是當這件事是這樣 是麥波都剪出來的時候 又去賣給你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濫相了 已經失去了我們過去 因為他想看好波 現在滲了很多不是好波 因為他每一個套裝 要不停地生產 他沒有那麼多材料 就會混進去 有時候去買的 其實已經是重複的 很多產品 你覺得其實 你做了球迷這麼久 你今天還有很熱心的球迷 你看完今天的世界盃 有甚麼感覺 有甚麼感覺 空虛 有球迷的話 其實還有沒有數的球賽 在下個星期就等著我們 其實 比如看好線的時間 除了不停地 重播世界盃賽事 還有這個 女子細少爺盃開始出現 當然就是想想 其實有沒有必要 將一些十五歲的男生和女生 已經有一些世界性的賽事 給他們打 其實是否過了 令他們投入了一個 很大競爭的一個項目 還是還是 好像你這樣說 都是為了追求你 要多些活動 賣多些電視 所以要出現這些比賽 絕對是活動 因為 其實你們說 那個超級聯賽 有一個流動 就是你怎樣令到那些 被人淘汰出去 超級聯賽 那些球隊有一個流動性 即是他怎樣能夠 在整個足球運動裡面 吸取到養分 現在這樣吸是 自上以下這樣吸 用金錢來吸 是否吸乾了養分 即是說 你沒得更新 即不是說 即是說出了一張訂單 我要什麼 那便要收拾東西 這個Copolisation就是這樣 收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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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大陸就是世界大工廠 其實現在非洲或者南美洲 就是世界足球員的大工廠 是不是 現在我看看 現在非洲可能又是另一個 一個大的供應商 是不是 你看到的 其實加納本身 一向都好球 不過是 即是 早踢早殘 十四五歲之後踢球 一定會掛 加納在 世聲世少 一向都有好好的表現 而作為一個國家 為什麼不行 就是因為那些球員 一早就踢殘了 就是那些 不是很完善的 相對來說 不是很有錢的 歐美大球會踢 其實就殘了 是不是 好像你這樣說 這些其實是要 好保護的 是否很簡單 九歲已經是跟著一對球踢 跟你十二歲才是不同 因為九歲最重要就是 學球感 以及腳下功夫 如果你走過 是沒有能夠踢 根本是沒有能夠踢 我覺得 整個足球作為一個行業來說 我就很悲觀 還有運動來說 那就真的無可內行 差不多了 下一個星期 是不是廣播不知道 如果有興趣 給我們多點意見 另外就是因為你們的意見 是會令到這個RTV 將來有沒有播放 多謝大家